我就是艳员开播了,杜纯和松阳的对战,引起了不小的争议,说实话两人的演技其实不分上下,主要是松阳的没有主见,才让他扮下阵来,对于松阳很多人都不太熟悉。 2005年,松阳因饰演了胡歌主演的古装剧《少年杨娇将》《中央二郎一角》,被观众所熟知,这是他的第一部影视剧作品,松阳还出演过《千金奇侠传三里的西风》,有没有回忆满满? 2014年,松阳主演了徐浩峰,指导的古装武侠片电视《柳白元》,凭借柳白元一角入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最佳男主角提名,并荣获第十四届中国电影表演金凤凰奖,2012年,松阳主演了徐浩峰直演的武侠电影《窝口的踪迹》,凭借本片《中梁恒》录一角入围该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, 于正的电视剧《神雕侠律》里,松阳饰演真实饼一角,让人印象深刻,黄卫主演的《深夜池塘》,松阳饰演了《墨镜龙歌》,阿龙是个经历了沧桑而年纪却不沧桑的人,看起来他就是个成功又成熟,沉默又冰冷的人,准备出演龙歌时,松阳开始叙叙剪发,对西异玩伴不闻不问,不苟言笑,并坚持了四个月, 松阳在《爆裂无声》,像变了一个人,或者说是颠覆性表演,他饰演的哑巴矿工张宝宁,全程没有一句台词,却因为表情和肢体语言,将角色塑造的无声盛有声,带着的眼神,粗眼的举举会让,我们觉得,现实中的社会底层就是这样, 而且松阳通过《爆裂无声》,获得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响最佳男主角,真的是个低调的影帝,像不到拿了不少奖,而且这么敬业的松阳,会在火就是演员里拜给杜纯,希望他以后能带给我们更多好的作品。